恭喜包裁王虎大布2比1击败王大仙 来到升上港职联 整季表现王虎大布你感觉是怎样 也几艰难最后一场比赛才能够取冠军 那其实感觉是怎样 整季的表现其实不错 但是自从卡纳受伤之后 我们前面没有了一个入球能力较大的球员 我们又要找了沙华杜回来 但是他又不是正式的中锋 但是他踢左边 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了卡纳之后 那个入球能力是降低的 你看看我们的比数都是一球两球止 自从卡纳受伤之后 所以都很辛苦的 季尾那段时间 但是季初的表现是OK的 但是现在这几场的体力或者力量 都还能保持到 所以我都满意他们的表现 整季你王虎大布是全个月组里面 失球最少的球队 是 你有什么方针 令到整支球队的部署那么成功 其实都不是说部署成功 因为我们今年目标就是一定要赢球 所以我练球的主要目的是 多数练到进攻那里 因为很多球队对我们都是防守多些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练习进攻那里 但是防守 你说防守得好 不是防守得好 有时是对方球员的入球能力不够强 才令到我们没有犯错 其实普遍月组的功力不是那么强 所以令到我们失球不是那么多 离开一届 你本身是否会继续带着王虎大布呢 这个问题 刚才几个记者都问过 我都说未决定到 因为自己本身都有工作 那这件事要大家和高层的商量下 才再决定到 嗯 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 整季比较年轻球员 在王虎大布里面 你觉得比较最佳是谁呢 有几个 如果最年轻的 苏有田 因为在季中有机会给他踢 他就表现OK的 但是到季尾 到季尾那时 因为我们那些真标 即是不可以再失分 那可能有些压力之下 他那个水准又降低一点点 那另外 德仔 德仔就这几场踢回中场 那个频率是高一点的 所以他都表现 今季表现都挺平均的 所以我怨言他两个球 好 好 再次多谢包长的博物 再次恭喜王虎大布 终于重上升班了 恭喜 OK Thank you